常若货继从美国芝加哥将第一批墨沙东口服药运抵台湾 首批到货2016份 台湾成为了亚太地区第二个取得墨沙东的国家 墨沙东我们最近跟他谈的合约是1万或1万以上 跟这个辉瑞他们各有试用情况不同 先用5000份来弄 那把辉瑞的我们稍微提高到2万 指挥中心强调建议墨沙东针对具有重症风险因子 18岁以上的轻到中症患者 指挥中心统计目前本土或境外个案仍然有686人住院 分流轻症也有115位确诊者在加强检疫所 估计30位符合年龄条件可以使用抗病毒药物 而另一款辉瑞口服药最快渴望在过年前到货 台大公卫器教授陈修夕表示 随着口服药陆续抵台 应以定点医师主动监测取代一再成立指挥所 可以完成通报裁监领药不再集中收治 跟客流感还是差很多 在医院这样先来开始 看看各国使用的一些情况逐步的改善 不过外界关心少数打疫苗没有抗体的人 可否用墨沙东及辉瑞口服药预防性投药 学理上大家是觉得是应该是OK的 只是缺少实证的资料 抗新冠口服药终于抵台 指挥中心认为相关的药物越来越多 可适应范围越大效果越好 对疫情控制带来一道曙光 记者林英伟王一仲台北报导